快看呐,是陛下,陛下竟然勤力以示举了 是啊,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事 聪明拜见陛下 王文,下人此去,不知何时才能回来 这个一时鞠以后就交给你来打理了 喏,陛下放心,一时鞠天下仅有,臣一定用心经营 包包包,顶包同物侯 本月一时鞠公斤张两百三十五万七千三百钱 哦,父亲,你可真厉害 姐夫在时,一时鞠也不过如此而已 那是当然,跟虾人在一起待得久了 自然也能学到一二 可,可是,本月支出已经达到了三百万钱 大部分的支出,都,都花在了侯爷宁夫子俩的吃食上 如此下去,恐,恐怕再过不久 一时鞠就要倒闭了 卧槽 虾哥哥怎么了 原来是做梦 吓老子一跳 不过这个梦也太真实了 这一趟出去,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 不行,我得抽空回去看看 这两个吃货,指不定会搞出什么幺蛾子呢 侯爷,在榜前咱们就要到洛阳了 嗯? 哪来这么多流民 鹰部,去找个人过来问问 好了 嗯? 老汉勿怪 我家老爷想问一下,为何这一路这么多逃难的流民,你们这是要往哪儿去啊? 回大人的话,自入夏以来,各地都在闹饥荒,咱们实在是活不下去了 嗯?怎么会闹饥荒?陛下如今,精谣伯父,百姓们不应该生活得更好吗? 好什么?原本两百万轻壮劳力,或是修昌城,或是修秦陵,或是造恶旁宫 虽然姚义很苦,甚至无数人将命都累死在了工地 可是,这两百万的义父,却从来不用挨积月之苦 因为姚义时期,是朝廷管饭时的 可是如今,朝廷不知哪个天杀地向陛下进言,说什么发展经济,变法革新 陛下把两百万的义父解散返回了家乡 原本家中老弱妇孺的余粮就不足,再回去一两个轻重力 家中的余粮自然很快就没了 大人,我看你们衣着显贵,不要再往前走了 一旦出了洛阳,有流民巨山为匪,搭街官僚 甚至有的地方,更是举起了抗暴琴的旗帜,开始进攻县衙 抢钱抢粮抢城池,这可是造反啊 诶,造孽啊,真希望这个禁言的宫官早些升天 侯爷,他说的那个宫官好像是你 启奏陛下,为何流域,一饥荒严重,多有流民为患 大江流域,快鸡郡,佩郡,四水郡暴乱最为严重 特别是佩郡,四水郡,乱贼已攻下了多座县城 哼,这些刁民逆贼,枉费朕以仁善对待他们 早知如此,当初便不该放他们回去,这些贱民不可以人带之也 陛下,老臣早就说过,瞎象此法不同,如今多地暴落,瞎象当是守罪 瞎象?坏了,瞎象此时正在前往四水郡 随行兵足不过百人,一旦遇到暴乱恐难生还 陛下,瞎象昨日出发,此时定不会过洛阳,若是此时出发,或许可以追上 嗯,王奔,即刻带领一队军士立刻出发,务必将瞎象安全带回 诺,莫象领命 不,朕要亲自去 当大秦各地发起暴乱之时,嬴政也开始怀疑瞎人的革心活策,是否正确 不过不管如何,嬴政打心底里清楚,瞎人他是一定要救的 陛下,咱们已经到洛阳了,可流民太多,此时不知瞎象身在何处啊 哦,呃,瞎象见到此景,呃,想必不会轻易离开洛阳 王奔,呃,你及格命人守在城门处,切不可让瞎象离开此地 我他妈,竟然陛下和老夫在此单等,这个瞎大头,简直是非人也 陛下,龙体重要啊,咱们在此处已经守了两个时辰 不如让通午后在此等候瞎象,您且先上去休息 嗯,如此也好,王奔,你切要留意,妄不可让瞎象离开此地 你爱我,要我爱你 你爱我,要我爱你 嗯? 方向,刚才这歌声为何如此熟悉 是啊,老夫好像也曾在哪里听过 陛下,您怎么在这啊 啊? 好你个瞎大头,陛下不辞心劳亲身前来寻你 你竟敢在此逍遥作乐 哈哈哈哈,方向啊,瞎象既已无恙 咱们就不要谈论那些琐事了 眼下知己,咱们得尽快解决流民暴乱之事 哼,陛下,瞎象比我等先到此地 不如先听听瞎象有何高见 陛下,各地乱象,其实根本之原因乃是家中存粮不足所造成的 不过,此番乱象应该不会长久,亦不会太过严重 因为百姓的田中早已栽下了荷苗谷物 只待秋季来临,他们就会有粮可食了 由此希望尚在,大部分百姓都是不会愿意造反的 瞎象此言差异 嗯? 逢象有何见解? 如今乱象一生,更是有人打着抗秦的旗帜攻打现成 这可是真正的造反 瞎象竟然认为粮食熟了,他们便会各自解散归家 本象可以敢肯定地说,此番乱象 如果不尽快出兵镇压,乱象势必会快速壮大 最终成为我大秦的心头大患不可 陛下,纯实解散的那两百万一夫 可皆是轻壮之人,他们面对饥荒 势必跟随反贼一起造反 如此,便是两百万的反贼大军 大秦为矣 嗯,逢象说的亦是有理啊 这两百万的轻壮力,可不能让他们变成反贼 否则我大秦堪优矣 眼下乱象一生,可有各地乱军之情报 回禀陛下,围经乱军在佩郡 似水军暴乱最为严重 共两股乱军,佩郡乱军头目名为刘继 旗下已具有万余乱兵,目前攻占了佩县 而会计郡和似水军的反贼投名则是楚国余孽 向家向梁,此人已聚众不下两万余人 已攻下了似水军两座县城 嗯? 刘继不就是刘邦吗? 我虽然改变了一些历史 但却依旧没有改变这两货的反秦之路啊 如此看来,这两群反贼合计不少于三万之数了 夏夏,你觉得如何? 陛下,臣觉得此次乱象 如果打算仅靠军队平乱 完全就是无用之功 哦,夏夏何出此言? 陛下,此次乱贼造反 为何能有此生事? 难道真的如他们打敌旗号那样 只抗暴秦吗? 显然并不是 陛下金碎,轻摇役,废连坐,变心法 可谓是禁师人证 就算百姓再没长眼镜 也知道我大秦,非暴秦,实乃仁慈之秦 这其根本原因便是饥荒,民无良 犹如入困境死地 唯有抢夺城池之官良,才能活命 既如此,更应加紧派兵平乱 否则一旦让他们成了大事 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暴乱自然是要平 但仅靠出兵平乱,显然是无用的 此次暴乱不同于百岳 拟平了这里的乱民,别处又有新的乱民 反贼的惺惺之火便可燎原 所以仅靠出兵平乱 不过是恶性循环罢了 哼,照瞎想这么说 难不成就由着他们造反不成 我大秦铁技数十万 还会杀不完这些乱贼吗 陛下,出兵平乱,越平越乱 治标不可治本 陈建议在出兵平乱的同时 要同时解决百姓饥荒的问题 方可轻松平息 嗯,言之有理 可是国库一事无良 这饥荒该如何解决 眼下,唯有商骨,有粮赈灾 嗯?难不成 瞎相认为商骨会愿意替大秦镇计计荒 瞎相既然如此说 那定是自有办法让商骨赈灾了 不如这平乱之事 干脆就由瞎相来负责散了 反正靠我等五人 而也不过是无用之功嘛 免得从中添乱了 对对对 李信将军所言即是 我也想看看瞎相如何让商骨赈灾 行了,多莫争论了 瞎相说的亦是有理 只不过让商人赈灾难以实施 正看平乱之事就由 陛下,臣愿权力负责平乱之事 嗯? 你刚才说什么? 臣愿意一例负责 此次平乱之谊 你,真的可以平乱? 陛下若是信 臣定还陛下一个惊喜 嗯,行,朕信你 此次平乱之事 便由你全凭负责 诺 瞎人,你今日有些轻狂了 你明知此次平乱 不同于百月 为何还要 轻狂?有吗? 我向来很谦虚的 特别是今日 我已经很克制了 嗯? 今日你大放狂言 不仅说派兵平乱无用论 还说自己可以一例平乱 你还敢说 这不是狂言 老赵 这你可就冤枉我了啊 是你问我有什么看法 我才如实讲的啊 而且派兵平乱 一则越平越乱 二则 势必死伤无数 届时就算这乱平了 可是却留下 一个时事九空 轻壮劳力 死之殆尽的大秦 这岂非虽胜有败吗 听上去好像没毛病 咳咳咳 那眼前这番乱下 你真的可以平息 老赵你就放心吧 平乱之事 小该死 对了 臣有一事相求 臣想让陛下安准 朝中增至一中央机构 专思新政变革 可让李司长执此机构 嗯 李司尚处中年 应当为此分忧 这新制公署 你予以何名设置 新政变革 乃是为了 谋大秦发展之大计 臣觉得 或可称为发改署 陛下觉得如何 发改署 此名道也与其四肢相符 便就叫它发改署吧 平乱之事 可不得有误 否则就算朕欲饶你 闻五百官 已不会同意 臣明白 陛下安心等待 平乱之喜报 便是臣告退 呜呜